又到假期啦 终于有时间来个两人旅行了 昨天我们是开了一整天的车 找到了一家雾园三角下一山伴水的民宿 它门前还有一条小溪流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玩 听说九月正好是雾园晒秋的季节嘛 所以我们是特地留了两天时间 在这边放松放松 我现在准备抓紧时间 户户化妆待会好拍照 这次出门我只带了一些 每天必须用到的户品 主打一个从头到尾 然后我发现 听言这个建构洗面奶 真的很适合我这种混油品 再来用一个水 这个听言建构水是最近刚刚升级的 然后用完这个水呢 我们护肤流程就结束了 毕竟它是一瓶十全大补的水 对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水油分层的呀 因为它上面这一层红色的是 其林节提取物 除了水的常规用法 再来教你一个方法 可以拿这种师傅的化妆棉 浸满这个精脆水 然后再敷个十分钟 最后按摩吸收一下 不得不说这个渗透力绝了 因为我感觉早上脸也不肿了 反而有一种提拉上去的感觉 今天我准备化个淡妆 还是用个气垫 这样妆会比较淡一点 很清透的那种 定妆 皮肤好了 化妆都变得简单了很多 我的妆感非常非常薄 就跟妈生好皮一样 妆容搞定了 准备出发 皮肤老板建议我们走毕索道 我们先去买索道的票 世界最佳旅游乡村 我刚好久没有这个索道 你教我有一点怕 磊心潮 不行这一条卧的卧 快快快快 你开一下那里 啊 快走快走快走 快一点 这个抢荒都不行 我真的是磕死了 快点 还有一点点均匀 我们都签弄了 终于到了 现在这一段是美食 真正进到古兔了 它是向到很错落的感觉 到了黄梨 我先找一个赛秋的观景台 看看有没有空宽一点的地方 特别照什么的 这个就是青柿子 熟柿子 到季节了肯定很好看 那个西角好看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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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